细如人生 真我风采 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美国海选震撼登场 以下节目由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美国海选指定座椅 迪瑞克斯冠名赞助 由Bicycle Hotel Casino 龙凤大赌场主要赞助 Siri Honda 喜悦本田特别赞助 以及Best Media 何佳欢 卡拉OK音响设备 Alex Sun Exit南非国宝博士茶 火爆鸭 Lisa 立体秀媒 101club.com 101vipstore.com 共同赞助播出 言之越高 责任越大 第三季中国新歌声 美国海选指定座椅 由迪瑞克斯冠名赞助播出 让导师为你疯狂转身的哭炫 电竞 大家好 我是四良 这里是迪瑞克斯第三季 中国新歌声梦想加油站 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一位 非常petite 很娇小的女生 很可爱 那现在就让我们有请王小雨 大家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洛杉矶赛区王小雨 嗯 大家好 还有什么介绍吗 就王小雨就好了 我今年24岁 24岁 对 好 那你自己的话 从音乐风格也好 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好 喜欢的歌手也好 你比较偏向什么风格 你觉得 我觉得 比较摇滚一点的 我比较喜欢 比较摇滚的 对 比较摇滚的 你喜欢唱的还是喜欢听 喜欢听摇滚 但是唱的话还是比较适合书型风格 对 说起就是中国新歌声 我们很多选手来这里 其实都是因为有个音乐梦想 是很多甚至是自己是 现在也是在学习音乐 做音乐人 那你的话是把音乐作为一个正直 还是只是一个兴趣爱好这样 我是从小就喜欢音乐的 但是我没有想说把它当成正直去做 但是就是喜欢 喜欢让就是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 就这么简单 那你现在还在读书 我在读书 你在读书 你还在读书的话 你平时比方说练歌 我们有些选手是去studio 或者说是找朋友帮他们录音 或者是找老师去training 这些唱歌的方面 那你是怎么就是平时练习 我就是在家练 我有一套自己的那个设备在家里 什么设备 就是电子琴配麦 然后还有就类似唱吧那种系统 就是在家唱 就相对比较有体系的 可以让你自己就是说录音啊 或者说听自己的声音比较好的 那我们说到你唱歌的话 你现在在学的 或者你在读的是什么专业 我读的是business 跟音乐没有关系 跟音乐没有关系 那你以后有没有想过 虽然一直从小学音乐 然后也一直是一种兴趣爱好 但有没有想过把音乐作为自己的 等于说是以后的职业 往那方面发展吧 有这个机会我肯定是想的 但是机会 其实但其实现在机会还是挺多的 就是相比以前 现在有很多选秀节目 你有参加过 就是除了这一次 还有参加过别的选秀节目吗 我参加过超级女生 也是在这里 超级女生 什么时候 前年 前年 对 然后我们中国 新歌声啊 好声音啊 你有参加过吗 去年也有参加 所以就是一直 一直在参加 一直在参加 那你这一次来到 因为你已经是参加过很多次 那你这一次你有什么目标 我有两点 我想跟去年比 我希望我能看到我自己的进步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要拿第一 哇 这一个特别 看到进步就好了 还很轻松一下就拿第一 那好 说到拿第一啊 当时你有没有看别的选手的比赛 在海选的时候 有看 都有看吧 基本上 大部分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选手很强 我要多加注意 或者说是他跟我风格很像 或者有 有没有就是 我好喜欢这个人唱的 有没有这样的选手 说心里话唱得都很好 是的 都蛮强的 但是我觉得我跟他们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就是 风格也好 总之就是不太一样 我感觉我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说 好 那我们就希望你在复赛的时候 能够把自己的特色 还有百分之百的实力 全部发挥出来 然后取得好成绩 好的 好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谢谢今天小宇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下期节目呢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选手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